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就是灵魂花金到底是什么 它跟巴哈花金有什么不一样 好那我来搜搜 好因为有些人一定会想说 怎么会怎么是灵魂花金啊 花金不就花金 怎么会多一个灵魂这样子 其实灵魂花金是我们应该说我们的老师首创的吧 对对对 对嘛我们教我们的老师首创 然后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情绪嘛 情绪是人体的一环 就是我们常常你知道我们常常喜怒哀乐啊 不管啊生气什么 情绪都是我们人体一定有的情绪 你说很平稳 可是当你 有些人是说 我心情 我的心情跟我的情绪都是很平稳的 对 没有 其实很多人是很看不到那个很微妙 就说你看那个人心情很平稳 其实他有点 动怒你也不知道 只是有些人隐藏的很好吧 对 情绪 然后情绪是人 人体的一环 然后当你能真正看到自己的时候 自己的觉知 应该说情绪是我们觉知的提醒点 就是如果你在情绪要爆发的时候 你当下可以选择你是要爆发 还是我觉知到了我要生气 这个是不是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我曾经有观察过我自己 我才很了解 就是当你一件事过来 他可能引爆到你的情绪点 然后那个情绪点来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在那一刹那间 你可以选择我是要爆发 还是我要觉知到说 哦原来我这件事会引发到我的情绪 那我是要选择爆发 还是说我看到了我自己 然后我就情绪就平和下来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也跟凯莉老师一样 就是我比如说我发现有情绪之后 然后我就会 等于说我有个选择 我可以选择要怎么做 那选择就会导到不一样的结果 对 可是这个是很微妙 这要练习 因为有些人就说 我懂我懂 就其实不是懂 有时候不是说你不懂 而是有时候你可能搞错 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 我其实我是压抑下来 我压抑下来跟我觉知到说 这件事会引爆我的点 那个又有不同的微妙之处 所以我才说 因为这就要解释灵魂花经 就是因为我们是以巴哈为基础 对 然后我们延伸到说 让你有觉知到你的灵魂的精神课题 我讲精神课题是可能比较 总归这个名词啦 因为有时候 可能这个讲这个名词会比较听得懂 就是因为每个人其实 我们身而为人其实都有课题 所谓课题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选择 可能我选择我要跟原生家庭有更深的连结 所以我可能会在原生家庭的课题里面会 有些人是课题是做了大半辈子 都还在做原生家庭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会以 就是以巴哈为基础 然后让你觉知到精神的课题 然后借由情绪啊等等等 去了解到你精神课题是什么 然后会运用到觉知的空性 讲到神性的进入 然后也会让自己其他人更了解到 智慧 就是从这种了解到智慧 然后进而运用在生活中 因为我们生活中 其实生活就是修行的一种 只是让我们更有看到自己 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自己 是什么样去运作我们自己 而且我也有发现 就是像我自己 当然我们一直都会有各种的课题 需要去处理或者是面对 那我就有发现像我最近 就是因为身边的人 他可能处在一个比较负面的状态里面 那我们身为朋友 我们一定会希望 他可以就是把他拉出来 拉出那个深渊嘛 对 然后我没有想到说 后来我发现了 就是我没有想到说 原来我不是用一个 接纳他现状的方式去引导他 而是我用一个抗拒他的方式 所以改变他 对 对有点像是 就是你会看到你的朋友很难受 你会很心疼嘛 所以你会希望他 不要再这样子 然后你希望他可以站起来 或是他可以身心变得健康 因为感觉他好像已经有点 到快很忧郁的状态了 这样 已经生病了 然后我那天就发现说 原来我是在用一个抗拒 他现在样子的方式去引导他 难怪他一直起步来 然后我一直在跟他说 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怎么做 但是我却没有做到 我应该要这样子去对他 我只是叫他应该要那样子对待自己 所以后来有这样子的发现之后 我觉得 豁然开朗 然后我跟你讲真的很神奇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一天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就有点像是 有一个神性 然后智慧在引导我 就是你看起来 好像每一件事情 虽然都跟这位朋友有关 就是我跟他的互动 我做的每个行为都是跟他有关 可是其实看起来都像是独立的事件 我看起来其实是独立不相关的事件 可是我后来发现 原来这些不相关的事件 他们之间有连结 然后让我可以 有这个智慧进到我的生命里面 然后透过行动去改变 不是改变他 是改变我自己 我藉由 我才发现 原来我内在的那些情绪跟抗拒 我是藉由了我这个朋友 看见了我自己的课题 而不是他的课题 我觉得那真的好奇妙 对 然后你知道更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当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然后我开始在心里面 就是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愿意把我的课题拿回来 然后不再继续就是投射在他身上 我愿意把这个课题拿回来之后 很神奇的事情就是 当下没多久 他是后来跟我讲的 在我那个转变的当下 他不止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就是变得很开心 没有在担忧他的那个状态里面 没有在负面的状态里面 而是连他都感觉到 变得轻松了 心情放松 我才发现 对耶 这真的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改变别人 我们改变自己 其实那个能量是真的会传递 到时候也是当时我们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 对 我也没有跟他说哦 是我自己心理下的一个决定 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当你改变 其实当下你处的那个空间跟那个那些人 或是你对谈的那个人 他马上就会改变 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应该是说那个情绪的流动有开 然后当下的能量 你们其实也是有种互相帮忙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我接触灵魂花经这几年来 我觉得好像它都会帮助我就是变得更有智慧 然后有的时候当我需要什么的时候会有神性的引导 你可以说它是神性的引导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直觉或是一个灵感 指引都可以 就是任何 对 那Key老师 我想要再问一些就是大家也会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那你是怎么样把这个灵魂花经运用在生活中 像我知道Key老师家里面有小朋友 然后也有宠物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家里的小孩 我比较常用就是 其实在每个当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小孩子有情绪 其实有时候会有反应情绪的反应 有时候可能是反应大人 就它可以感知到大人的感觉嘛 其实零到七岁的小朋友 他的最主要活动是在家里嘛 对 对 然后其实在我们了解的就是 我有稍微研究一下那个 我在研究人生的历程嘛 就是人到七岁的时候 其实受 如果以占星来讲是受月亮影响 然后月亮又是情绪方面的 就掌管情绪方面嘛 其中一环子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小孩子对很多微弱的讯号的情绪 就是可能 其实他感受到妈妈其实快要发表 就是那个 他会比我们大人感受的速度更快 可是其实妈妈 他没有还没有生气 他只是快要 可能大人没有发现 他可能在压抑或什么 可是小孩子的情绪是很快速的 那如果小孩子的情绪很快速的时候 其实 应该说久了之后 我们上这一堂课 或者是不 就是我们用久了花精之后 你会更了解到 你只要 其实你要只要观察到小孩子的情绪 你会觉得奇怪 因为有些妈妈会觉得奇怪 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生气 对 对对 常常听到就说 奇怪 小孩子知道怎么 因为小孩子敏感 比我们还多 很多很多 所以那时候 如果我在旁边我有看到 我通常都会说 就在当下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他有可能有什么这样的情绪反应 然后我就会 我也不会压抑他 我也不会说你不行 因为大人很喜欢说 你不能生气 你不要生气 又没事 大人不是很喜欢这样讲 对 可是这样其实对小孩子的身心发展 其实是有点阻止他在做这件事 因为每个小孩子的模式不一样 然后我就会 就是我可能会当下 就低一点点那个花精 可能以500cc或1000cc的模式 让他喝水 就是以花精跟水的 那种能量的 其实水跟花精 那能量是很强大的 就很温和 可是又强大 很阳光这样 那我就会让他喝下去 我就会一口 引导他一口 一口一口慢慢喝下去 因为慢慢喝下去的时候 我们不只因为花精 连水的效果也会很强大 水会让你舒缓 然后我就说 你一口一口慢慢喝 有时候可能可以跟他开玩笑说 哇 今天我们的水好好喝 我们大口大口喝好不好 其实有时候大口大口喝 是有点像是我们深呼吸 有没有 土气 生物气 土气 那小孩子其实在 生物气 土气的时候 又借由花精的辅助 跟水的力量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会发现说 他慢慢就会缓而下 因为他有做这个动作 小朋友其实很有趣 他比我们更明白 所以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大人可能会觉得说 哦 我只是舒缓 可是小孩子可能 他会舒缓得更多 所以通常我这时候 就会让他 在花精跟水源的补助下 其实让他情绪 会慢慢缓而下 达到平和 平衡就对了 我们不是要压抑他 我们也不是要说 你喝了这时候 从此不会有这情绪出现 不可能 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嘛 我们碰到事情 有时候 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还是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不要压抑他 其实花精是 我们 我们 创作的灵魂花精是 让你更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 然后用花精的力量 去平衡你的情绪 不是要你压抑 也不是要 让你消失情绪 情绪你消失 你就 应该说 你只能平衡 他 如果你消失 你会觉得 奇怪 我怎么会没有情绪 人没有情绪 你会觉得 不有趣吗 喜怒哀乐 你知道吗 喜怒哀乐 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曾经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过 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情绪 然后就是他 就是像我们 我们这种有情绪的人 在可能起伏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羡慕 哇真的 没有什么情绪起伏 然后看任何事情 都是真的非常的客观 跟总理他不会去 评断好或不好 他没有任何的情绪 可是你知道 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其实很羡慕我 因为他 怎么说 就是他 没有办法去感觉到 别人到底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别人会 难过 或是为什么 别人会生气 就是他 他好像因为 过往 可能小时候 或是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他其实 已经关闭了 他那个情绪的感知 所以他其实 不太有什么情绪 所以你知道 那个在跟他 谈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人好平稳 然后可能有的人 就会觉得 自己不被理解 你知道吗 就是 没有那种 被同理的感觉 因为他都是很客观 然后我觉得 我就想到 刚刚 凯利老师讲的 就是 其实 小朋友的情绪啊 要让他 不是压抑 要让他出来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他也需要去学会 看见自己的情绪 然后去学会知道 我现在这个情绪是什么 他需要去学会了解这些 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才能够在未来可能 情商可能会比较高 或者是 他知道在面对 不同的情况的时候 因为他了解自己的情绪 所以会对他比较有帮助 对 因为小孩子在发展 这些的时候 如果你 运用你人为的力量 就是说 你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样 好 现在哭 你就说 这有什么好哭的 你为什么要哭 可是他就介绍讯息说 原来 我现在的 因为他们其实很会 连结跟动物一样 他其实会连结 第一个动作 连结第二个动作 原来就不能这么做 可是我们大人 其实有时候会有分辨能力 就是这个跟这个 可能是不同事件 可是他们就像动物一样 你知道 小朋友跟动物 有时候很像 就是 他认为 A的动作 就会牵扯到B 他认为这两个是灵贯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能说 你跟他说 你干嘛哭 这有什么好哭的 结果他有一天 就了解到说 原来这东西不能哭 然后其实 就我有一个个案 是他 我在引导他的时候 我发现说 其实他是从小被 长辈说 你要像大姐姐一样 因为他是老大 你要像大姐姐一样啊 非常平稳啊 你下面有 有妹妹跟弟弟啊 你不能做 怎样榜样 怎样榜样给他 结果他就压抑 他是从小压抑的哦 可是有一次我引导他的时候 他是完全大爆发的 你知道他完全大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他 喝花精的时候 他就是 我有请他稀释 可是他 没有稀释 他直接喝 可是他整个大爆发 因为我会这么提的原因是 就是 如果有机会 就是我们上这个课 我们是会希望说 我们所谓的 私讯的老师 他可以 试看看这个模式 可是 不要尝试 我说的是 常常 不要常常去试他 可是你要去尝试 因为你要当老师 所以你要尝试这些动作 对 你才会感受到 人家的喜怒哀乐 那是一种 对 然后如果你 少了这些感知 感觉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失去很多东西 因为 毕竟 你想想 我们人为什么有情绪 情绪 情绪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你提醒你觉知的 那个提醒点 如果你没有情绪 你的觉知 你就觉得 你不觉得有趣 因为如果你有觉知的话 你会发现说 原来我这个反应 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造就我这个反应 你会跳出来看 你会觉得很有趣 原来我这个人 我自己这么有趣 你就会爱上你自己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我自己这么有趣 因为很多人都把 都把情绪认为说 因为外界的模式 或是外界说的话 会引发我的情绪 可是那是因为 其实源自于你 从小 你可能解读的事件 可能你认为这样子 会引发你的情绪 可是你没发现 有些其实是 在你自己内在 你认为那个 就是像我讲的 A可能连到B 你已经固定住了 你没发现 然后所以你会认为说 这个情绪是这样子发生的 然后可是 如果你把自己训练成 没有感知能力的话 也没有觉知能力的话 你会对这个世界上 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所以不要任何情绪 我们练习或是我们喝花 就认为情绪是要让它消失 没有是要让它平衡 你才会看到它的 有趣的地方 对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 我前阵子看到 有一个老师在分享 因为最近大家不是很疯 那个NVIDIA 黄仁勋吗 对 然后就说 他曾经有讲过一句话 然后其实我其实看不太懂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讲说 如果我能许愿 那我祝福你们 都有足够的痛苦跟磨难 那我就想说 蛤 为什么要祝福这种东西 你不是应该要祝福我 就是很幸福 很开心 很成功之类的吗 结果没想到 它背后的意义 是在讲说 因为它只有透过这种 痛苦跟磨难 我们才能够成长 或是变成一个 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也让我就是去 应该说联想或是反思吧 就是像我们很多人都很常 你不要说 父母对小孩 可能会要求他们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这有什么好酷的 就是压抑他们 其实有的时候 大人也会压抑自己 就是会觉得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生气的感觉 我不喜欢 担心的感觉 恐惧的感觉 我觉得好烦好烦 好讨厌 然后所以就想要把这些情绪 给推出去 然后只想要接受那些 开心的 幸福的情绪 平静的情绪 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接受 这些负面情绪的状态 我觉得这就会有一点可惜 就是我们可能 如果可以用一个比较 中立的态度 或是角度去看 正面的情绪也很好 负面的情绪也很好 因为有负面的情绪 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 然后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了解 跟学习 反而你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 是处在更正面的情绪上面 对 因为有负面嘛 学习正面 对 对 好 那K老师就是 也有人在问嘛 就是那个灵魂花精 可以用在宠物身上吗 宠物身上 是我曾经有个个案啦 他有跟我提到 应该说 他后来也有 也有 就是 有兴趣当老师 然后 他就觉得说 他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就是 实验精神很够的一个人 对 然后他就 想说 因为花精是 无害的嘛 对 就是很安全的嘛 对 他说那应该 对宠物也很OK 然后就试试看看 然后就发现说 他就加一点点 就是 如果是比较敏感的 我会建议说 有些猫咪比较敏感嘛 他呼吸道可能比较敏感 就是 稀释的 可能就 你要稀释更多 就是可能至少1000cc 然后你可能就加 他水 一点点就好 然后有个一丝一丝就好 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人的意念 也是有效果的 因为 因为有些猫咪 你不知道 因为猫咪 你知道吗 我们一点点好 假设 我们就有看过 我们吃 假设我们吃感冒药 我们吃一颗 可能猫咪 他的剂量 可能医生 缩小 缩小再缩小 那个剂量是非常 对我们人体来讲 是非常伪的 可是猫咪 这种东西 你不能 或是一些宠物 你就不要 这么强烈的东西 就试试看看 一点点滴下去 然后你就用你的意念 告诉他说 假设我今天是 用什么花精 然后我希望造成 他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你会慢慢 慢慢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猫的情绪 就比较稳定 就是我跟这个 我这个个案 讨论的时候 发现的 就是可以试看看 他也有试看看 他觉得说 有效果 只是可能 就是要非常稀释 因为动物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 对 因为其实大家 会有这样的担心 我觉得也很正常 就是因为有的人 会担心说 像花精 它为了要保存 所以它会加一点 白兰地 所以它其实 有一点点酒精的成分 就有人会担心说 会不会对宠物 或是小孩 造成一些身体上的影响 那当时 其实我们也有去问 我们的老师 他就说 其实那个酒精的浓度 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其实在国外 其实你知道 我去英国的时候 真的是在 那个药庄 那叫药庄店 药局 类似药庄店吧 会有一排是 会有一排是 专属于他的这样子 然后其实在国外 就是全家大小 宠物都可以使用的 甚至有时候小朋友 哪里有什么样的状态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其实 但这个当然就是 花精啦 那因为我们在谈的是 灵魂花精 所以其实在 灵魂花精上面 我们其实是有 更多不同的用法 像这也是我们老师 他教我们 就是比如说 如果你真的就是 比如说 不喜欢酒的味道 虽然他其实 没有什么味道 我觉得 但是如果你真的会 一想到 他有酒 你就会整个觉得 很排斥或什么的 那我们其实 有一个方法 就我们老师说 他可以用 灵魂花精的能量 直接在我们身体 皮肤的外面 这个身体的能量场 去进行 那你可以不需要饮用 那就能够在 能量场上面 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调和的作用 那就 很像上次 我不知道Key老师 有没有看到 就是我们老师 在文章有分享 就是使用灵魂花精 在小小孩的身上 周围去调和 就可以为他收精 为那个 因为小朋友 不是很常受精下吗 就是睡觉吧 对 然后就可以收精 但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喝 也没有涂抹 而是用 灵魂花精 很独特的方式 在他的能量场 去做调和的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 来跟我们一起玩玩看 来尝试看看 体验一下这样 可以啊 就是把香 换成花精 对 就是那样子的感觉 其实很多效果 其实是相同的 对 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会分享一些 很特殊的模式 就是大家可以来试看看 因为 很好玩啦 花精很好玩 而且真的是无害的 因为像 像我 有一些小朋友 因为收精的话 通常都会去庙里嘛 然后不是有那个 献香 那样子 收精嘛 那有的人其实 现在 第一个 环保意识抬头了 可能有些 没有香了 对 就没有了 那第二个部分是 健康意识也抬头了 然后所以 有些父母也会担心说 这个香会不会 因为小朋友的呼吸道 或是器官都还在生长 所以 可能不像我们大人一样 就是 就算是大人 也不可能天天这样吸 这些东西啦 但是 小朋友的话 可能会 不小心 会害怕 有一些 可能身体上面危害 所以我觉得 因为香里文化精 就是一个 非常安全 然后 然后 是不是完全天然的东西 所以其实真的 不用担心说 会对身体 有什么样的状况 不会 那个好安全 对对对 而且你知道这一次 Key老师 你知道这一次 我们老师还会上什么吗 上什么 要上 怎么样去占卜 我超期待的 真的 我超期待的 真的哦 就是 就是像 比如说 像 像你刚刚讲的 星盘嘛 就是 诶 星盘也可以跟灵魂花精 结合哦 对啊 可以啊 对 然后还有 有的人 比如说 是塔罗斯 有塔罗 的拍卡 或者是什么 神域卡 或者是 奥修闪卡 各种各种 就是喜欢牌卡的 你可以用任何的牌卡 跟灵魂花精做结合 而且你还可以用 灵魂花精来做占卜 我现在很期待 到底 是什么样的模式 然后有哪些变化 对 那就可以来试看看 对 大家可以一起来 有兴趣可以一起来玩玩看 而且老师说 他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学会 所以不会很难 很繁琐 对 好 那我想要再问问凯莉老师 就是因为其实 我知道你在 个案咨询 然后这个身心灵的这块地域 其实应该有 不只十年了吧 很久了吧 超过的 有二次 我都抱持了 我们朋友的心态 没有那么想要 也没有那么公开 对不对 就是帮助 有别人 私下 就帮助其他 或是认识的朋友 介绍 这样 那可以问一下 就是你的专长是什么 那你的事业是怎么样 去跟灵魂花精做结合 因为这次有很多人 就是是蛮有兴趣的 他们很希望 就是也可以 透过灵魂花精 去斜杠啊 去创业 可是他们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结合 或者是可以怎么做 所以也想要问问 Kaley老师 就是 加了灵魂花精之后 你的事业有什么不同 或是在你咨询上面 或是个案的回馈上面 有没有哪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好 就是我其实 运用很多种方法 只是我其中一个 我觉得 比较多人可以接受 也不是说接受 比较人 比较 广为人知 对对对 因为台湾人 其实对于 占星跟 就是星座这件事 其实很有兴趣 所以其实 有时候你会发现 会来问的 你会觉得 他多多少少 都有点 就是会 有点了解 蛮有兴趣 这样 不是很深入 可是在那边说 我听谁谁说过 我听谁谁说过 这样 然后我都通常 有其中一点 就是我会看个案 然后 我其中一个是 基础占星的智慧 我会进行 每个人的 个人生命解读 就是会基础的 会跟你说 零到七岁 七到十四 就是以七为一个主题 会告诉你 我的主题是什么 这样 人生的课题 大约这时候 会出现什么人生课题 在跟你聊的过程中 其实 你会很了解东西 一些事情就对了 然后因为 我们就在每个 人生阶段 都会有需要了解 跟去解答 人生课题 然后我会 我以前是用这种 就是用白纸写黑字 这样告诉大家 可是我发现说 其实借由 零用花金的结合之后 我觉得让人家 更可以了解到说 哦 原来在平和情绪的当下 我们是可以不受 小我跟情绪的 纷扰而平静下 然后 那我 连我自己也在帮助 人们的时候 也可以告诉跟人说 什么样零用花金 可以让当下情绪 快速的平衡下来 然后 看到 自己需要了解到 哎 我什么 这个事情的源头 是什么 嗯 因为会很 很清楚 很有趣的 对 然后 我也会借由这个方法 可以快速的看到 解决的妙法 这样子 嗯 哎 我想问一下 可以老师你说的 比如说解决妙法是 针对 这个人 就是这个个案 他来到你面前 他的 他的 他的心盘 他的目前的状态 课题 然后针对他去给他一个 专属于他的 解决的方案 或者是处理的方案 对吗 对 就是因为 有时候 有些个案说 来到我面前 其实那都不是 凭控而来的 因为有时候 就是那么一个 机缘景下 可能他就是有一个点 解不开 然后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好 假设好 他就发现说 他最近好像活得很飘 很飘啊 就是我觉得 老师 我怎么好像觉得 没有活得很实际 这样子 我觉得我好像整天这样 不接 就台语讲 朦朦 喵 这样 你知道吗 不接地气 对对对 台语是朦朦 喵 国语应该 就比较好懂 就是不接地气 这样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 用最简单的方法 告诉他说 那你喝一下 那个 铁线帘 活在当下 然后我就给他 就是可能会稍微稀释一下 就给他一杯水 就给他当下就喝 我说你就深呼吸一下 然后就喝个几口 然后其实那是效果是很快速 当然是看每个人 然后我这个个人可能就是跟久了 他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 然后他就很快速 他说哇 他第一次感觉到花精这么的神奇 因为他也是第一 他也是听人家讲很久 他也是就听我讲 他也没有刻意的 这样 然后觉得说花精有什么神奇之处 可是当他自己身心 很亲身体验之后 我就发现说 很有很有趣 他可以进来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就说 我就发现说 原来我占心跟 有时候我会很塔罗 因为你要更让个案了解到 在他这个当下 他这个点 有时候可能是他想错了 我们要帮他解释 解释完之后 告诉他联光化精跟什么结合 他去运用的时候 他会发现说 他真的差很多 因为我其实我也是用了 当然对自己要有耐性 因为有些人其实问题 像原生家庭这种问题 其实是很久很久很久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说 我当下给你 我也不是神仙 你懂得是吗 神仙人会觉得 神仙人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问题很久 你自己是不是要学会 稍微自己了解一下 然后我其实 我从一看上课到现在两三年 我也其实会陆陆续续 也是有这样做 两三年 其实两三年之后 你才真正真正 把一些问题 很多问题就是平衡下来 这是要对自己有耐性 然后我们当然 我们也会教你一些 很特殊的方法 让你夹快输入 可能原本要半年 可能原本要三年 对 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我觉得 灵魂花精很棒的地方 是因为一般人 他们可能接触的是花精 那花精的作用是在于情绪 那可是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不是只是 在情绪表面而已 我们希望它是能够 深入到你的灵魂 然后不管是针对像 Kelley老师说的课题 或者是想要给你 更多的解方 那都是可以透过灵魂花精 再去更深入的去 看这个东西 而不是只是很表面的说 我今天就是不爽 我今天就是焦虑 就这样 可是你不知道 那个更深入的东西 是什么 或者是你没有 你知道但是 然后呢 就这样 就有点可惜 就是它其实里面 还有更多深入的东西 可以让你去发现 然后更进一步的呢 你可以 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透过灵魂花精 我觉得它 带出了我的神性 而且给予我很多的智慧 去在人生 生命的课题里面 有更深的体悟 然后去解开一些结 然后甚至在我解开之后 去带动身边的人 也被解开了的那种感觉 真的有差 那Kate老师 我想要再问 就是你知道 因为台湾人真的 非常的喜欢 星座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会发现 大家可能都会看 本周运势啊 或者是 上半年下半年运势 或者是说几月到几月 这个最重要 大家最care的 水泥 然后呢 就是 然后你知道很神奇 就是大家只要一遇到 快要进入水泥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很担心 进入水泥 然后生活开始出现 一些比较不顺 或是有点鸟事 就说果然是水泥 什么手机坏了 电脑坏了 什么坏了 然后 发生什么随事 这样子 所以我想要 问问看Kate老师 就是对于 像你对占星 也有一些 就是了解 然后你对灵魂花精 也是有了解 就是你的专长很多 那你怎么样去看待 水泥这件事情 然后又 又又 有没有什么方式 其实是 我们可以 不受水泥的影响 难道真的 在水泥的期间 难道全世界 60亿人口 全部大家都很惨吗 难道在 这个水泥的期间 没有人是 突破重围的 然后其实是 还是一样过得很好 很开心的人吗 应该说水泥 这件事就是 其实水泥 只是行星 或是一些模式 告诉你说 你要注意了 可能你有 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就像我们说 一种提醒点 水泥有时候 情绪会受水泥影响 那是不是就相关了 他可能就提醒你 你可能会说 其实我今天 情绪很稳燥 原因是什么 可是很多人 没有觉知能力的人 他会认为说 我就是要不爽 我就是要不爽 可是人家会说 你为什么不爽 他说 我不知道 我就是很想发脾气 对 可是当你 不知道的时候 可是其实你就是 你可以运用一下花精 我们的灵魂花精 运用一下 喝一下 就是好像 你开玩笑嘛 你就把它当成说 好 我现在心情不好 我喝一点小酒 我们不要喝小酒 我们喝花精 我们喝一点花精 然后喝一点花精 我们来喝一下 就想说平衡一下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 情绪安定下来的时候 小五没有出来出现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会很神情 你就会觉得 怎么会有答案 你可能有OS 或是一个忽然一个灵感 或是一刹那经的灵感 或是天外飞来一笔 神性那种感觉 你可以解释成比较好玩的模式 然后你就会想说 好像真的有效哦 不是好像 是真的有效 所以我们就是说 水逆的时候 就是好快水逆了 好 那我就开始来 看看我想这阵子 好 你就选好吗 其实你也可以很有趣 很有趣的去选 你说好 然后我今天要喝花 喝盐玫瑰 就是我说 我今天要喝盐玫瑰 然后当然盐玫瑰是 消除你的 也不是平衡你的恐惧 跟那个是蛮严重的啦 对对对 然后对 你就说好 我今天来玩一下 我来喝一下盐玫瑰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能 你这次你就会觉得说 我以前的恐惧 怎么好像变小了 那你是不是就跟水逆 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水逆有时候会 有时候你知道 在每个人身上 会有不同的顶 然后可能我的水逆到了 我可能有些人会想到 我的潜男友 或是我会觉得说 怎么我的感情这么不顺 这是不是都其实 深刻的印象都是恐惧嘛 有些人是恐惧 没有人要啊 恐惧被人家抛弃啊 我这都是假设的 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然后可能就是我 我觉得说 我觉得 我好像水逆快到 我会怕怕的 好那我们就试看看盐玫瑰 你就稀释它嘛 稀释它完之后你就喝 然后可能就 我们就试试看 我们有什么反应 其实我们就一直试 一直试 把自己 因为那个花精是很安全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把它当好玩的模式 来试试看 我们的感知能力 跟我们的感官到哪里 对 所以水逆不用怕 水逆其实你就发现说 哦 他现在提醒我要怎么做 这样就好了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很喜欢 就是我们老师的一句话 他常常说 你定义了水逆这件事情 你怎么去定义它 如果你定义它 它只是一个很平 就是很平常的日常 其实它根本影响不了你 那如果你可以透过 比如说灵魂花精的辅助 它可能可以帮助你 它可以帮助你 就是平衡你的情绪 不要被所谓的水逆 搞得乌烟瘴气 你可能可以因为这样子 你的用灵魂花精 然后你反而可以 就是突破重围 你可以在大家都 随你一片哀嚎的时候 你依然就是稳稳的在那里 然后也是一样稳稳的 然后过得很开心 然后一样过得很顺遂 没错 好 今天非常谢谢Kelly老师 然后我也要 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就是在这个周六 六月八号 我们就有一天 灵魂花精创业教练陪跑计划 我们是十点到下午三点的 课程 那在这一天呢 不只教你怎么样去运用灵魂花精 我们还会加入 就是刚刚讲的 比如说很有趣的占卜啊 魔法啊等等的 很有趣的资讯的方式 让你的资讯呢 可以变得很有趣 然后有独一无二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个陪跑计划 会协助你建立品牌 让你跟现在的 现有的事业去结合 让你轻轻松松就能够斜杠起来 像我们的Kelly老师一样 然后对 你也可以像我们 之前有讲到的一些 同学们 他们依然在他的灵魂花精 疗医师的卢上写杠中 然后呢 这一次我们的Kelly老师 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如果你也想要 听听Kelly老师的经验 他是怎么成功的 你在这堂课程里面 也都可以跟他询问看看 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呢 也会一步步的协助你 像Kelly老师一样 跟或是其他同学一样 所以欢迎加入我们 然后把握时机呢 去开启你的灵魂花精师 斜杠事业 然后提早布局你的斜杠事业 好 那这一次呢 我们有一个价值 超过两万元的赠品 那剩下两个名额而已哦 所以接下来的这两个名额 都可以享有 跟我们Kelly老师 还有之前我们一起 上过课的同学们 是一样的服务 创建你的灵魂花精疗医师 事业陪跑计划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 有任何关于你事业上的想法 疑问都有教练 随时在旁边 给予你建议跟方向 然后我们也还会有 专业的访谈跟平台 协助你去曝光 宣传你的事业 你的品牌 那当然详细的 分评内容 还有课程资讯 我都会放在 我们这个下面的 这个留言 说明区里面 那大家都可以点击来了解 那想要更近距离的 看见我们的Kelly老师 然后她是怎么样去斜杠她的事业的 也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 近距离跟她 咨询看看哦 这是不收费哦 来玩吧 我们每次都说 到三个都说 跟大家讲 来玩吧 来玩 大家来玩嘛 对一起来玩 玩玩你的人生 对 玩玩你的人生 然后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式 其实你的人生 你的事业 或是你的梦想 都可以变得更有趣 对 对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啦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玩你的梦想 然后也许 因为你学会了这个东西 你有了这样子的工具 反而可以为你的梦想 你的人生 增添更多的色彩 然后不同的角度 很多面向 很多元的去体验它 对 嗯 好 今天我们的对谈就到这边咯 好 然后呢 我们的报名 因为我们礼拜六上课嘛 Kelly老师也会来 所以我们的报名 直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 所以要把握时间 把握机会 报名咯 好 好 那谢谢大家 谢谢听众朋友 也谢谢我们的Kelly老师 我们周六见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